作者 暗摩师 演播 麦小布 萧天逸 第905集 于是 整个飘渺宫陷入到了最紧急的戒备状态 各种大阵启动 到处都严防死城 每个地方都有大量的枪者巡逻 上官古风呢 也没有在笔棍 而是坐镇飘渺宫的中树 反正距离上官夕儿回来顶多半个月一个月的 只需要上官夕儿一回来 对方还在飘渺宫 必然就会被发现 这一点他很是自信 秦坤造化欲叠中 秦晨的脸色很是难看 虽然他暂时安全了 但是逃不出去 就还不算是安全 更让他惊恐的是 花灵五帝先前说的话 没想到我在古语界中装死 都没能让上官夕儿接手观处 居然还是盯上了陈帝宫 好在 窟罗多主已经去了北天狱了 希望他们能来得及吧 秦晨的心中 忍不住交集 这一次来到飘渺宫 他是孤身前来的 窟罗多主和摩卡拉他们都没带过来 正是被派了出去 其实啊 秦晨早就想回北天狱一趟 但是一直没时间 从古语界中出来之后 先是西沙执法殿 干扰飘渺宫的注意力 又是前往姬家和飘渺宫解救幽谦旭 北天狱那边也就暂时放下了 因此 来飘渺宫之前 秦晨专门将摩卡拉他们派了出去 联系陈帝阁进行隐藏 可谁曾想 上官汐尔也在这时发出了命 不行 我得马上出去 秦晨目光冰了 闪烁着寒芒 他知道 以飘渺宫的势力和手段 想要针对陈帝阁 光靠窟罗多主那些人 根本扛不住 别说黑奴他们了 就算是已经送入到了 当格和聚保罗的王启明他们 也将遭遇到危险 他必须出去 阻止这一切 事实上 正如秦晨所料的那般 此刻 飘渺宫在丹阁部下的案子 已经开始针对子勋他们的计划 丹阁藏丹殿 这里是丹阁收藏丹药的宝殿之一 子勋他们作为欧阳正奇的推荐天才弟子 如今各个都跨入到了后期武皇的境界 因此 每个月在丹阁也能领取一定的丹药 这属于丹阁的凤阁 专门用来培养天才的 而根据天赋的不同 这些人所得到的供养等级也不同 而子勋 赵灵山 临天张英 宇文峰五人 自然是最高级的 当初他们加入丹阁的时候 才都七节武王而已 可现在 各个都已经达到了后期武皇的境界 甚至有一些已经达到巅峰五皇了 这才几年时间而已 当然 因为没有古渝界的机遇 导致子勋他们的距离半步五地呢 还有一些距离 从巅峰五皇跨入到半步五地 这是一个坎 很多人都会被卡在这里 终生难以跨出这一步 子勋他们在天魔秘境之中 都曾得到过远古强者的传承 这个坎早晚能够跨过去 但是什么时候跨过 那就难说了 而今日便是子勋他们领取凤阳的日子 很意外的 五个人居然同一时间来到了养丹殿 五人相遇都是有些意外 因为他们虽然都加入了丹阁 但是彼此的院落不在一起 很难同一时间碰上 走入苍丹殿 看到了五人前来 负责发奉奉养的丹狗管事 顿时露出了笑容 你们五位总算是过来了 实在不好意思啊 这个月的丹药有些稀缺 因此拖了这么晚 故意让你们晚一些过来 不过现在的丹药呢 已经准备好了 几位可以进群南了 那管事笑着说道 五人一乐道 这丹药平素里不都是管事发方吗 里面可是藏丹殿 我等可不敢贸然进入 藏丹殿 这乃是丹阁的晋级之地 即便是五帝长老 也不能轻易地进去 除非是核心长老 才有资格随意进入 但是也得登记 没事没事啊 那管事笑了下来 今日的丹药呢 因为刚刚炼制完毕 我也没时间去拿 就在大殿里面 第一层的外侧格子里 你们自己去拿就是了 我允许的 你们怕啥 那管事和子勋他们也挺熟了 十分的不在意 这可不行 子勋皱着眉 藏丹殿这种重地 哪怕是有管事的允许 他们也不敢进去 这要是被外人看到了 那问题可就严重了 怎么回事 就在这时 一道冷力的声音响起 而后一道身影 从门外走了进来 此人身穿裂药师的药袍 咬着一张果子里 气度不犯 正是丹阁的一名核心长老 同时也是一名九品裂药师 终其巅峰的五地 人称天峰耀帝 天峰耀皇大人 子勋几人 同时恭敬的行礼 那管事也是急忙行礼 天峰耀帝 在丹阁的名声很是不错 备受在于 发生什么事了 天峰耀帝周围 这 那管事心虚地看了一眼 子勋他们 哭笑一声 忐忑的 天峰耀帝大人 今日是领取凤阳的日子 因为凤阳的弹药不够 刚刚才准备完毕 小人手上还有一些活要做 就想让子勋他们自己去藏丹店一层去取 这 哼 藏丹店是什么人都能进的吗 天峰耀帝冷哼一声 呵斥的 耀帝大人恕罪 那管事普通一声就跪下了 慌口的 弟子也是忙不过来了 而且那丹药就在 藏丹店一层的外围 不算什么重地 所以就 还请天峰耀帝大人恕罪啊 那管事下的魂都没了 这事要是传出去 他就彻底完了 必将被严惩 他只能拼命地求饶 天峰耀帝的脸色铁性 看对方态度诚恳 半上才缓和了一些 冷冷冷 起来吧 看在事情还没发生的份上 本耀帝就不传出去了 不过 不要让本耀帝看到有下死 若有下死 你这个管事就别挡 直接逐出耽搁 多谢耀帝大人 多谢耀帝大人 那管事这才松了一口气 惊喜地说道 你们几个是拿凤阳丹药的 天峰耀帝 这个时候又看向了子熏五人 子熏五人急忙成事 都说天峰耀帝人很不错 现在看来的确如此 你们五个 跟我进来吧 我带你们去拿 倒也不算是围了规矩 天峰耀帝说了一句 他是丹阁的核心城了 自然有自由出入藏丹殿的权利 这 子熏五人看了一眼 心中涌现出了一丝疑惑 就拿个丹药而已 用得着他们五个人进去吗 但是这丝疑惑只是一事而事 何况天峰耀帝已经开口了 他们也不好违背 只能点头成事 五人很快来到了藏丹殿的里面 找到了那管事所说的架子 上面果然放着几瓶丹药 贴着他们五个人的名字 五人分别拿起 刚刚准备打开瓶子看一眼 忽然天峰耀帝的脸色一变 震怒道 你们五个 好大的胆子 是谁让你们进来的 区区五者弟子竟敢擅闯藏丹殿 给老夫说清楚 这个声音无比的洪亮 蕴含着惊怒之意 仿佛看到了无比震惊之时 整个藏丹殿中 瞬间传递了过来 天峰耀帝 你说什么呀 不是你带我们进来的吗 语文风移了 显然还没明白发生什么事呢 一旁醉鬼机灵的张英脸色却变了 这是栽赃啊 不好 他脸色一变 急忙对着子勋等人道 干啥呀 我们被陷害了 快走啊 张英第一个反应过来 迅速地传音之后 急忙就要离开苍丹殿之地 哼 被老夫看到了 你们竟然还想走 哪里走 天峰耀帝直接出手 浑身绽放着沙翼 一掌朝着张英武人镇压下来 可怕的武帝威压 瞬间绽放 张英武人虽然是巅峰武皇强者 而且都是天骄人物 但是如何能挡住 天峰武帝这样的高手镇压 刹那间武人倒飞出去 口中喷出了鲜血 摔倒在了地上 而武人被轰飞出去的一瞬间 嗡的一下 藏丹殿中 木然亮起了道道可怕的阵光 整个藏丹殿 迅速地被封禁起来 而且 有洪亮的警报声响了下 瞬间 响彻了整个丹阁 诶 是藏丹殿那里啊 这可是我们丹阁重地啊 发生了什么事了 竟然连封锁阵法都启动了 嗯 难道藏丹殿遭到袭击啊 丹阁中的各处密地 突然射来了几道官处的目光 是诸多丹阁的高手 纷纷被藏丹殿的动静给惊动了 将目光给投射了过来 下一刻 诸多的身影都动了 瞬间出现在了虚空 而后一步跨出 便又消失不见了 直接赶往了藏丹殿中 藏丹殿中 天风要地 弄出来的动静 也是一时间惊动了这里的巡逻护卫 嗖嗖嗖嗖的 急剧的破空声响起 片刻间 一个个气息可怕的护卫 第一时间出现了 这是藏丹殿 进行巡逻的舞者 看到了天风五帝之后 急忙躬身行礼道 天风五帝大人 而后 这群人震惊地看了一眼张英的巫人 又对着天风五帝紧张道 天风五帝大人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的 发生什么了 你们问我 本要地倒是要问问你们 藏丹殿乃是我丹阁重地 你们几个人是如何逊逻的 竟然让外人闯进来了都不知道 如果不是本要地 恰好来到这里 这几个人恐怕已经偷了丹殿中的东西 也不一定了 天风要地 怒气冲冲地扫了一眼这群护卫 顿时令这些人浑身冷汗淋漓 同时惊怒地看向了张英五人 这不是张英他们吗 张英五人在丹阁中的名气极大 如果不是天风要地发现了 一旦藏丹殿丹药被偷 那他们这些护卫定然是有失职之罪 只是张英他们会来藏丹殿偷东西 他们第一时间感到了难以置信 因为张英他们的天赋实在是太高了 虽然不是炼咬师 但却是丹阁之中最顶级的武者天教 同时也是欧阳正奇大师带回来的人 属于欧阳家一系 怎么会出现这种事情呢 天风要地 你为何要栽赃我们 张英惊怒地说道 子熏几人也都难以置信 死死地盯着天风要地 他们和天风要地根本就没有任何瓜葛 也素来不相识 对方为什么要这么陷害他们呢 哼 栽赃你们 老夫堂堂当格核心长老 九品担定 岂会栽赃你们几个小辈 现在人生物争俱灾 本要地倒要看看 你们如何来那么大胆子 敢在藏丹殿偷窃 天风要地的目光中 闪过了一丝阴冷 杀起藤棚的说道 天风要地话音落下 木的抬头 看向了藏丹殿外 红龙一声 藏丹殿中几股可怕的力量瞬间降临 只见一道道可怕的气息降临 是一群身穿裂药师刨斧的强者 各个精神绝术 出现在了藏丹殿之中 普通一声 藏丹殿中的护卫 看到这群人 顿时吓得第一时间跪了下来 天哪 这些大师们竟然全都来了 这些来人之中 各个身穿九品炼药师刨斧 显然 修为最低的一个 那都是九品炼药师 身份地位不凡 紫荀 赵灵山 张景 你们怎么出现在这里了 而此时 一道身影出现在了藏丹殿之中 看到了紫薰无人 脸上顿时露出了惊色 联盟瞬间略感 要搀扶他们起来 正是当初将紫薰他们 带到丹阁的欧阳正奇大使 这么多年过去了 如今 欧阳正奇一身修为 已经跨入到了九节五帝的境界 而且身上的药师刨斧 十分地尊贵 代表了他九品炼药师的身份 只是 他还没有靠近紫薰等人 天风要帝却是出手 树的拦在了欧阳正奇的面前 将他拦了下来 天风要帝 你这是做什么呀 欧阳正奇皱眉 憨声说道 做什么 本要帝倒是想问问 欧阳正奇你想干什么 天风要帝冷声一横 语气中充满了嘲讽 转发他人